当到手50万冠军奖金 你会计划怎么消费 辛辛苦苦卸完庄的龟仙人 已经打算好好奖励自己一下 别的不说 越想这鼻血是喷得越加厉害 另一边 悟空已经等得快要饿晕过去 此刻 自家师傅终于赶到 而身揣巨款的五天老师 也绝非吝啬之辈 当场就要起客吃饭 而且是随便吃那种 一说到吃 赛亚人立马按耐不住 头水流的 让刚刚还信心满满的龟仙人 都有点胆颤心惊 菜馆之中 大家端着碗筷 依附看到怪物的表情 主要是小屁孩饭量堪称要命 一个人就吃下了50人份的食物 最后还嫌不太够 喂 最后来两份 你以为是怪物啊 那好吧 说话说八分饱就够了 丑丑之说的是人话嘛 当师傅去前台结账 一顿饭整整消费了48万 拿老命迎来的奖金 瞬间清空 五道大会落幕 分道扬镳的时刻终于来临 悟空决定踏上寻找四星球的旅途 护灵则想要继续留在龟仙人身边休息 这让老头立马想到 自己与兰齐美好的二人世界 被无情打破 雅木查则要回到西都 正式被布满包养 随着悟空乘坐金斗民离开 龟仙人却背着秃子 偷偷地去买当地特产 最后因为无耻的耍流氓 还挨了狠狠的一巴掌 画面一转 南无带着全村的希望回归 直接扔出了手里的万能胶囊 有着武术之神的帮忙 成功搞到了数百吨的纯净用水 暂时解决了生存危机 那必须寻找合流干枯的源头 最后当然还是由苦行僧前往 不过刚刚出门便遭逢大难 面对巨型飞行的袭击 有着不俗伸手的南无 轻轻一跃便直上高空 接着就祭出了撒手锏天空十字拳 奈何对面飞行速度奇快 根本不给苦行僧放大招的机会 反手就升擒了五道大会的前八强 当然没想到龙珠前期的皮拉夫实力竟如此强大 就连红断带军团的西鲁巴上校都被骑打了 节节败退 就在此前 琪琪所在的村子遭到红断带军团袭击 悟空连忙带领琪琪火速赶回村子之夜 琪琪大声质问 你们这帮坏家伙到底想干嘛 敌军大怒 你这臭丫头想找茬是不是 见对方竟敢对自己女朋友怒吼 悟空当即重拳出击 而琪琪也不甘示弱顺势发射数道激光轻松解决敌局 在两人的完美配合之下终于成功解救牛魔王 西鲁巴上校这边还在奋力追赶皮拉夫 突然一艘巨大飞船从背后杀出并对上校长才能列进攻 面对如此高密度的攻击 上校显然招架不住最终从万米高空上坠机而下 以为眼前的敌人就此落败 皮拉夫可谓是嚣张到极致 可他不知道的是 西鲁巴不仅没被击败 而且总共还派来了增援部队 另一边悟空在琪琪家里疯狂干饭突然发现龙珠的位置竟越来越远 悟空当即就要告别琪琪继续出发 看着悟空离开的背影琪琪略来失望 很快悟空便顺着雷达方向来到了皮拉夫老巢 而同样达到此地的还有红断带军团 士兵们奋力搜寻龙珠却意外掉进皮拉夫精心设计的陷阱 而我们的主角小悟空也没能信 果然皮拉夫大王耍起阴招还是十分了动 另外红断带军团这边终于不再隐藏实力 顷刻间无数炸弹倾泻而下 皮拉夫基地顿时被炸得烟火四面 眼看我方大势一去 皮拉夫再也坐不住便带领手下仓皇出逃 很快皮拉夫飞船拔地而起 只是帅不过三秒便被红断带军团360度无死角包围 下一秒红断带军团展开最强进步 遭受如此高强度的攻击 飞船终究还是逃不过爆炸的命运 但是悟空也因此被余波振飞 最终皮拉夫三人组以失败告终 只能乖乖交出龙珠 悟空的金斗云竟然被红断带军团打散了 就在此前 红断带军团未得到龙珠不惜烧山毁灵无情射杀猴子 悟空本想阻止对方结果遭到了西鲁巴的拦截 这时俩猴子突然从他们面前闪过 而且手里还握着大家普普寻找龙珠 上校剑撞连忙开枪击断树枝 猴子急速下坠 千军一发之际悟空拉住尾巴救下猴子 但龙珠还是因此掉进了急流之中 随后西鲁巴上校命令手下进行水中作业 悟空这边本想告别俩猴子出发寻找龙珠 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并下起了大暴露 那就明天再去寻找龙珠吧 另外受此影响的西鲁巴部队也停止了搜寻工作 而龙珠则是被水流冲往更远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悟空迎着朝阳出发寻找龙珠 得益于龙珠雷达的帮助 悟空很快便在石凤间找到了五星球 此番操作直接惊带了一旁的吃瓜群众 背带裤大叔不讲武德直接开启 悟空狠狠一脚将其踹破 狼狗还想反抗结果被悟空灵魄的身份吸住 紧接着悟空施展狼牙风风拳环以预测 其实这都不是我想要的龙珠 希望下次能找到爷爷的四星球 说完悟空便潇洒流去 大叔连忙向西鲁巴汇报情况 很快西鲁巴便拿起火箭桶向武术射准 精准一炮刚好命中用掉 虽然任没事但抬头一看竟发现金斗银被打散了 悟空顿时被气得咬牙切齿 西鲁巴自信脱掉外套并扬言要在五秒钟之内解决对方 说完便拼命冲向悟空挥出重拳 结果触碰不到对方分毫 自己反对悟空一脚踢中速度 疼痛感瞬间传遍全身 不信邪的西鲁巴继续上前对着空气发起猛烈攻击 悟空终于不耐烦便哄哄赏给对方一个大嘴巴 西鲁巴顿时被打的步行人士 鉴于不能使用金斗银 悟空灵机一动跑进敌方阵营找到了一核万能胶囊 最后悟空扔出胶囊召唤机器人 并在其帮助下乘坐飞机向着下一颗龙珠的方向进发 悟空乘坐飞机来到北方 凹出雷达发现龙珠就在附近 便让机器人就近降落 但机器人并没有回忆 原来是被冻住了 很快飞机失控撞击地面产生大爆炸 士兵们见状连忙向怀特将军汇报 可走近一看却没发现悟空的身影 怀特将军对此信心满满 那个小鬼肯定没走路 一定要把他给找出来 事实上悟空早已被一位神秘女孩拖往森林中去 随后士兵们沿着雪上残留的痕迹追了上去 还好暴风雪被悟空打了个眼睛 盖住了原有的拖行风景 好火取暖多时 悟空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红发女孩介绍了 我叫苏诺 对了 你坐飞机想要去什么地方 悟空缓缓回答 我要去寻找龙珠 爸 你居然是为了寻找龙珠 顿时下的母女俩接连后退 你该不会是红断带军团的人吧 而此时真正的红断带军团 已经发现苏诺所在的村子 看来应该不在这边 随后士兵警告屋子中 都给我记住 如果胆胆私藏那个可疑小鬼 就把你们射成马蜂窝 说完便潇洒离去 镜头转回悟空这边 只见他从行李中 拿出龙珠展示给两个看 其实这种珠子有七颗 并且只要集齐七颗龙珠 就可以召唤神龙 关键是无论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 当初我的好朋友乌龙 就是靠此获得了一条女孩内容 随后悟空还同对话中得知 原来红断带军团 把这里的村长绑架 并以此威胁村民们 帮其搜寻龙珠 既然如此 那我就帮你们打倒敌人吧 话音刚落红断带军团 便来到屋外 士兵们推开门一看 却没发现悟空的身影 不过以防万一 还是得搜查一些 突然厕所里传来声响 俩士兵随即展开疯狂射击 悟空顿时被打得疼痛难 接下来轮到悟空反击 解决完两个小杂碎 悟空毫不犹豫 即刻出发给做村长 然而悟空很快便折返回来 这天气真是太冷 悟空挥动如一棒 成功解决几个小人 再借一个称单跳便 轻松登上巨塔 这时怀特将军通过广播 告诉悟空 除非你能顺利来到塔底 否则是没有机会拯救村长 悟空顺势推开大门 里面赫然站着几位战网渣 此时将军房间里 紫色忍者正式登场 两人共同观赏楼下的角度 下一秒 忍者感慨悟空果然并非泛泛之等 热身结束 悟空脱掉外套 即刻出发前往第三层 而这次迎接他的是大块头 世瓦星格 大块头人狠话不多 当即卯足全力垂向悟空 悟空灵活躲闪 接着跳到巨人肩膀一拳 将其放弃 本以为就此胜利 结果大块头悄然站起 将悟空牢牢握住 下一秒青筋不断抱起 看来是要将对手掐死 好在悟空使出 红方之力成功正多数 大块头不再隐藏实力 旋即锁定目标 对着悟空就是一技主炮攻击 但终究还是逃不过 有烟无伤的定位 悟空也不多说 直接回敬对方一技龟派气功 白光过后 竟发现对方脑袋都一本疯了 悟空连忙双手和时一本歉 然而大块头并没有因此阵断 还顺势发出一技飞拳将悟空击倒 接着乘胜追击发起猛烈进攻 关键时刻悟空挥出如意棒和对方硬碰力 僵持阶段过后 巨大铁拳进原地爆炸 悟空以为就此胜利便准备离去 结果又遭到大块头偷袭 既然如此 那就接下我最强一技龟派气功了 但关键时刻机器人突然停止运动 紫色忍者断定应该是电源耗奖 就这样悟空险胜对手继续往四楼进发 迎接导笑忍者的挑战